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这个和平精英 这里选择一个海岛单人模式 让我们开始匹配本剧游戏 由于等待时间较长 可能前面那个叫多秒 60多秒 我就还是50多秒 我就给大家跳过了 要不然还挺飞机 要我们准备准备 就准备开始今天我个人的屠杀之旅 没有错,今天我就是要杀人 今天就是机场直接落地 那是不可能跳的 那个机场太港了 我现在接受不了 等我再练个几年枪法 练个二三十年 我就可以军事基地走一步 但那时候我估计和平精英也没啥人玩 应该能出新游戏了 这个地方因为 航线的轨道飞过那个军事基地了 一旦飞过这儿 大家都知道 跳这的人特别多 无论是什么各大主播 要不就是什么民间高手 都喜欢去这钢枪 那么我身为一个菜籍 不好意思 我就不跳了 我选择跳海边这个 一堆小楼 我原先管的叫什么 我们原先玩那个 吃鸡的什么管的叫12楼 还是16楼 还是6楼 我就忘了 都是我们那天 就是自己玩嘛 然后或者跟朋友去玩 然后取得别名啊 就是小名 大家可以不太在意啊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 无论是吃鸡游戏 这款和平精英 或者是之前的刺激战场 要不就是电脑端的绝地求成 大家都喜欢 别有喜欢吧 反正我身边人用的比较多的枪啊 M416 M416呢是 什么枪和什么枪的结合体 它本身是一款复合型枪啊 就是它本身设计出来的枪不是这样的 是属于M416还是 就是大家不常用说瓢的那个枪啊 属于它的进化型啊 就比它更加的精准 枪的基础常态呢 一颗子弹大概是40以啊 我感觉非常的高啊 大家可以想想 一颗子弹40以 就是在你没头没甲的情况下 是什么样的概念啊 就是你没头没甲 然后它打你身上一枪40以 基本上三颗子弹全打中啊就没有了 就瞬间蒸发啊 那么在绝地球场和和平运营这款这两款吧 设计差不多的游戏中呢 基础常态依然为41 就是打一枪没头没甲啊 打身上别打头 就是41点血 如果打在头上呢 如果你没有头盔啊 是102滴血啊 就已经溢出了啊 就是可能是一个想告诉你啊 你都不配挨着一枪啊 就是没头没甲的 然后如果你有一个异机头呢 是71滴血就代表一枪其实 一极头是打不死的 它必须得打你两枪的头啊 你才能死 二极头呢61点血啊 也是两枪啊 没有区别 你说70和60打头 能有什么区别 都是两枪 一枪肯定死不了 三极头呢 是46啊 如果你是三极头 它两枪 如果没打掉你的三极头啊 你是死不了的啊 如果打掉了那 那就不好意思了 那只能说自认倒霉啊 如果你没有一极甲 它打在你身上啊 之前我们说了 固定伤害41点血啊 如果打在了一极甲上呢 是28点血啊 二极甲是24啊 三极甲才是18 也就是说 它如果打你三极甲 得打你将近 六枪啊 得六枪才能死啊 如果忽略小数点的话啊 那样的话我就感觉 有点过分了啊 它打你六枪啊 我想想 如果你俩对比 你是一个幼灾 其实M416在铁脸的爆发上 肯定是不赶上幼灾的啊 因为幼灾的射速比较快啊 而且 但是幼灾子弹少 如果你有几枪拖把了啊 那基本上就没有了 这地方我 我这个属于新手操作啊 就是大家不要魔法 就是大平地啊 然后开始打样 然后果然被打了 但是我面前看着人了 直接 从底下往上啊 之前我说我不会压枪 然后后来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 我打人先瞄脚啊 从脚往上打 对因为我本身不会压枪 然后我自己就想了办法 我从脚开始往上打 它那个枪会越来越往上 然后肯定会打到头啊 这个办法好不好啊 我个人感觉这办法非常的好啊 这地方又看到一个人 但是我感觉我应该是点不死他啊 这地方 我有一个个人经验啊 这个地方我是没有的什么的 没有掩体的 它有一棵树啊 正常来说大家肯定会找一棵掩体啊 但是我不 因为你跑动的过程中 你肯定是不能回头打它的 它如果真是猛到你了 就是在你跑的过程中 啪啪两枪给你打死了 我感觉非常远 我 我的选择就是站在原地啊 我就任你这个掩体 你靠这个掩体所有躲 我就蒙呗 你从左边处啊 我就打左边 从右边处我就打右边 就是靠预判敌方的走位啊 来占领一个对抗的优势 但我感觉没有啥优势啊 刚才我感觉纯純是意外 我才给他打死了 这地方等下这个血变白啊 我有点强迫症啊 就是比如说玩运生联盟啊 回家之后蓝不满 从来不出家门啊 这个没有蓝条的英雄出外啊 那玩了什么盖伦卡特啊 我得等到挂机 我也等不着啊 这个地方呢 上来搜一下 但我感觉应该搜过了 因为有一个就是从上面出来的啊 但是 还是看看万一有什么漏网之鱼啊 再说M416这个墙 M416是30子弹 就是一锁子就是30啊 如果装扣笼的话是40 5.56子弹 设计范围呢属于中程啊 就是大家要记录一个事儿 如果你是一个中程墙 就像M4这种啊 远距离不要跟98k对啊 因为98k本身就是属于响 在远距离这种单点上啊 肯定比M4这种步枪 要有一些的优势啊 但是我不否认 个人技术可以抹灭这些优势啊 就有那种 步枪玩的特别好的人啊 步枪按八倍镜六倍镜啊 一样玩 但是我本身不行 所以 我个人就推荐一些新手玩家 就跟我差不多水平的这种菜脚玩家啊 就不要用M4这种枪 装什么六倍镜八倍镜 然后去跟那个98k对点啊 我感觉 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在这个游戏里呢 M4这个枪 其实我感觉挺多人喜欢用的 反正我身边的人啊 步枪的第一选择 基本上都是M4啊 但是我 我个人的感觉M4和M416吧 M164 好像是那个枪啊 没有的区别在于 M4可能更美一些啊 但是也得按上那个 拖把和 那叫握把啊 才能相比较 这种东西 看个人水平嘛 我曾经真是见过某主播啊 真是有没有拖把一个样啊 就是靠自己手动也能把枪压下来啊 那只能说眼界技术到位 而且玩的时间也比较长 比较了解这些枪制的一些使用方法啊 但是我感觉现在 大姐上大家的配置都一样啊 基本上都是一把步枪一把狙击啊 然后带两颗雷 带点样 然后就开始啊 圈里各种干啊 不服 不服大家就干啊 太不服继续干啊 这简直太暴力了 我感觉我个人啊 适应不了这种比赛的节奏啊 就比如说刚才写的老哥 非得跟我落一起啊 明明我都落了啊 他还是选择落在这我旁边 我感觉出门就想干死我啊 这里面被打了 但是我不知道被哪打了啊 但是我们等一等 慢慢的往后退 因为该台子弹是从我面前的这个方向啊 判定的 系统给我的提示 就是我面前这地方有人啊 那么 我们从这个门出现 嗯 从这门出去吧 然后看过这个人了 但是我不知道我对象能不能对过他 但是这时候有余了 好几箱都没打啊 完了 那这基本上 就没有了啊 落地打死咱啊 但是没什么大用啊 那 这把 得了一个65名啊 评价谁 个人感觉还行啊 就是给自己一点点的系列安慰啊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社会酷儿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